其他都在台中 你可以找她一下 找我們的淑慧姐 淑慧師姐 今天晚上 大家不但是 聽到我們高老師 講他自己的歷程 然後也把 他這些年 在做用這種方式 親自 現場示範給大家看 上個禮拜二 應該上個禮拜二吧 在 洪友倫先生記得嗎 洪友倫老師那邊 因緣際會的 跟高老師 他們第一次痛到面 那個時候我正好是 在找一個場地 50坪的場地要做 身心靈樂活超市 超市什麼 就是 supermarket 要做一個超市 結果到了那個地方 以後 我才剛從更新文教育 也就是明年的5月 30號 31號兩天 我們要辦的身心靈 健康體驗營的場地 所以在那邊看完 走到台電大樓 跟洪老師他們約好 跟高老師第一次約碰面 一看了現場 環境90坪的空間 哇 動念了 我們是不是被把超市 放在這個地方 比我們原來預期的空間 還要寬敞 剛好高老師 還有我們梁師兄 大家聊起來之後 發現整個磁場是什麼 是相應的 因此當下決定 我們就從那個地方 作為我們身心靈樂活超市的起點 不排除將來可能怎麼樣 可以複製 不只在台北 在別的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高老師的這一 我想已經不只是這一套 可能有好幾套 那台北的淑慧都是我們的夥伴 淑慧讓大家認識一下 就台北呢 是由淑慧在負責 那我們都會是一個重要夥伴 以後也會那邊放一張床 對不對 隨時可以做 不管是學習或者是治療的動作 換句話說 關注真相書影會的活動 很重要 就看到我們一場又一場 很精彩的老師 那這些資源呢 都是我們當今社會 絕大部分人接觸不到的 你們同意嗎 沒有因緣接觸不到的 但是那個因緣 首先是大家願意 把自己的腳步先怎麼樣 跨出來 因為不走到這裡的話 就是等於零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高老師 回頭還要再趕回埔里 趕回埔里 那麼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誰要問的 沒有 是不是 OK 好 那我們 手上有資料的人就留著 是不是 這份資料可以留著 如果旁的人來不及拿到的 那就 都有了 都有了 都已經都有了 剛剛好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今天非常謝謝高老師 非常感謝高老師 謝謝 謝謝 他的工作夥伴團隊 給我們整個民眾活動 在進行過程當中很順利 好 大家也謝謝自己 好嗎 OK 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 晚安 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